共同理念 全民發聲 My Radio 2011 踢走專制 爭取自由 促進民主 改善民生 維護民權 重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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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百年華滄桑 主持 麥葉成 謝義方 好 回來第三節的百年滄桑 Paxer說這首歌都是女聲好頂點 我也覺得是 男聲都是一般 女聲那種高抗聲音 好唱得中國的小小調的味道 男聲都是一般的 有機會我們可以再播 說回遼審戰役 剛才吳委員提到一個 很引人入性的觀點 一個啟發性的觀點就是 遼審戰役 或者叫遼西匯戰 國民黨不是被共產黨打贏 那究竟是怎樣 是整個國共內戰 我其實都想回應 因為剛才幾位都有提到 抗戰一勝利之後 國軍是不是應該將幾十萬精兵 放在東北呢 是不是應該要爭東北呢 如果不爭 將這幾十萬精兵放在關內 是不是將來的局勢不同呢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譬如好像馬英九那樣 你作為一個當政者 和在野是不同的 大家試想一下 你蔣介石是 當時中國最高的政治的領導人 如果你說有一天 抗戰勝利了 但是抗戰勝利成為五強之一的中國 居然國土有一大片 是被蘇聯人佔著拿不回來的 那我們怎麼說得過去呢 所以正如大家剛才說 事實上是 的確是 國民黨裏面有部份人 其實一開始有提過 我們是不是需要那麼快去搶東北呢 甚至美國人 我跟大家報告 美國人曾經建議過 就是他帶我們去接收東北 不用你中國軍隊 但是蔣介石一口拒絕了 這是因為他有強烈的民族意識 中國既然是抗戰勝利的五強之一 怎麼可以抗戰勝利之後的國土 居然會插著蘇聯國旗的呢 這個是無論你勝敗輸贏 我們都必須要收東北的原因 不過 吳委員 其實當然我們都有看法 歷史是講結果 歷史的結果 最後結果就是真的 這點有個問題就是 歷史當然我們最後都是看結果 因為結果就是最後的真實 但問題 我們大家都是政治人 我們必須要認真一件事 就是有些事 特別是政治上有些事 你是明知輸 都要做的 何況你未必一定輸 我其實是想借這個機會 因為今晚還只是最後一節 下次未必再有時間來 我是想和大家報告 大戰未結束之前 雅爾達協定 其實雅爾達協定只是一部分 另外邱吉爾和史達林 另外關於東南歐 有另外見面有秘密談 未來戰後的政治安排 所以大家看到 戰後最簡單的看到 東西德分開 南北韓分開 整個東歐 是默認了蘇聯的勢力範圍 只有一個地方 雙方說不定 其實是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中國 只有一個地方在歐洲就是希臘 其實蘇聯是想 立起希臘 因為希臘也是南歐的部分 但是英美兩個國家看得很清楚 如果蘇聯連希臘都立起 那整個地中海 至少地中海的東部就不保了 地中海東部不保 美國的石油怎麼運回去 所以 英國和美國 當希臘的共產黨 在戰後要起來奪權的時候 英美是支持希臘的軍人政府 剿滅希臘的共產黨 他寧願支持獨裁 他都不讓共產黨 掌握到希臘的政治權 所以中國其實是一樣 坦白說 我剛才說 為什麼國民黨 我說不是輸給共產黨 國民黨其實是輸給四個集團 第一個 第一個 就是 大家剛才有提到的 抗戰八年的日本人 你想一下 在抗戰未開始之前 軍人有二百多萬 中共軍隊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 去到陝北 他自己都承認都是不足二萬 如果沒有西安事變 沒有日本侵華 二百多萬對二萬 我想不用問結果 全世界都知道誰贏了 正正是日本人侵華 剛才麥卿也說過 其實在日本人侵華之前 我們中國號稱的 所謂黃金十年 就是由民國十七八年 北伐成功 到日本人正式侵華 中間有十年 其實蔣介石是落足全力 用了全國的資源 要求德國人幫忙練兵 希望編八十師的德式裝備的 正兵是預備保衛國土 抗拒日本侵略 但是編了三十幾個師之後 抗戰就爆發了 而這三十幾個師的征兵 只是在宋戶戰役就不見了一半了 跟著隨之來的南京保衛戰 武漢保衛戰全部都沒有了 所以麥卿剛才說得對 國民政府的征兵的確是 在八年抗戰裡面沒有了 打輸了 死了 因為八年抗戰 我們是真真正正的用軍人的血肉 去頂日本人的飛機大爆 坦克車的 所以到抗戰最後的一場戰役 大家不知不知道 獨山戰役 日本人想在廣西貴州 一直打上去 繞過雲南打上重慶 我們幾乎頂不住 要在緬甸立刻 新一軍抽調一個師回來 因為所有的精銳 都在八年裡面 打到沒有了 所以我剛才說 打敗國民黨的第一個日本人 因為八年抗戰 把所有國民政府的精銳 全部毀於炮火之中 毀了精兵 財力 兵力也毀了 剛才幾位都有說過 當日本人突然被兩個炎子彈 扔下去投降的時候 我們根本沒有足夠的兵力 去接收淪陷了的一半國土 剛才我說過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放棄東北 因為不可能 一個戰勝國 你戰勝了之後 國土還插著別國的國旗 那指令唯有怎樣呢 找美國人幫忙 用軍艦把 新一軍 向緬甸的部隊 引導飛 而在八年抗戰裡面 因為那三百多萬的國軍 要在前線死死頂著日本人 而日本人佔領了半個中國之後 他在中國的那百多萬的日軍 也都在前線跟國軍對峙著 所以整個日本佔領區的鄉間 益了共產黨 益了他們 益了他們 他們全部派了人進去 然後呢 我們這裡也要罵日本人 因為日本人來到中國 對所有中國農村實行什麼呢 三綱政策 燒綱、搶綱、實綱 逼到我們中國老百姓忍無可忍 而日本人剛才說過 他又沒有足夠的兵力 守住每一條村莊 他只能夠佔著大城市 最多佔著縣城 整個鄉下都是 農村都是空白的 共產黨就進去 而老百姓仇恨日本人 因為日本人殺他的父母兄弟 有人領導他們抗疫 他們就全部跟著他 好了 所以共產黨人 由他宣佈服從國民政府命令 到改編成八路軍、新世軍 其實八路軍一共只有三個屍 總共加上八路軍 新世軍根本沒有屍 全部講的是 所謂支隊 根本沒有正式的編制 八路軍三個屍 都是那些所謂月總屍 加上一共九個團 但是抗戰勝利之後 連中共他自己都承認 發展到150萬 因為八年裡面 他利用這個空檔 我想幾位以前都提過 共產黨說他自己打 這個毛澤東說的 他說七分發展 二分對付國民黨 一分抗人 利用這八年 由二萬 發展到150萬 這個是第一點 打敗國民黨的 是日本人才削弱了 國民政府的軍力 第二 打敗國民黨的蘇聯 剛才幾位都提到了 最壞是美國人 自己不想犧牲聖明 因為他在太平洋 被日本人 那些所謂自殺式的 這個 萬歲衝鋒打到怕了 他怕著 如果要登陸日本的時候 美國人自己 做過一個評估 如果要登陸日本 蘇聯人都嚇他 會死一百萬士兵 蘇聯人都嚇他 所以他死要求蘇聯人 就出兵東北 對付 因為當時日本人 在東北還有號稱七十萬 精銳的關東軍 不過是騙人的 因為真正精銳的 全部死去 死去太平洋 那七十萬 全部都是 那些毛都未生齊的 少年兵 或者是未受過 那些老弱殘兵 這樣 蘇聯人是乘機要脅 美國人 你要我出兵可以 但是我要有利益 所以 蘇聯人 只不過是短短兩個月不夠的時間 就打敗七十萬的關東軍 佔領整個東北 好了 然後慢慢跟你講數了 一方面 剛才幾位都講過了 當新一軍、新六軍 坐著美國運輸艦 去到這個 秦皇島 去到呂巡的時候 他根本就不讓你上岸 是 我們的部隊 在海上等了一個月 有多 在海上 不斷撞 不斷撞 他不讓你上岸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要給時間 中共那十萬 在山東 在山西 在河北